今日20日下午30许,警方接获报案,指两名男子于角洞渡轮码头海棒钓鱼,期间应是发生争执,大出手,混乱期间两人更失足跌落海。 虽然两人骑游回岸边,为双方依然情绪激动继续争吵,未肯休,再次全来矫网。 两人骑后再次跌落海,其中一自行由回北角海关总部大楼岸边,另一人则失踪影。 消息指,两名男子已为钓鱼针为问题起征,警方及消防道场搜救,最终救起堕海男子,为他时已现昏迷,无呼吸墨薄,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后。 后不治,至于涉案的66岁姓陈男子手,绞急要擦伤。 写,由救护车送院治理,现时已被警方拘捕,案件。 练谋杀,交由东区警区重案组跟进,正了解事件。 因,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,请立即。 星,浏览更精彩内容。